断食不是绝食,很多人一听到断食两个字,就总会先想到是绝食,不能吃饭了,您及时是不了解断食,才会这样认为的,断食,食,烂羽毛,断食,食断开羽毛,手里不健康食物,比如高热量,高油脂,高糖食物,喜欢喝冷饮,吃零食,爱烟酒,辛辣刺激性食物, 断食,是改变不良饮食习惯,饮食不知几宝,大口吞咽,知道吃成了才评快词,三餐之外还要食用多种饮食,比如巧克力,饼干,糖,薯片等,晚上吃宵夜等,断食课程要根据个人体质安排饮食,如果体质好,你可以逐渐减少饮食,最后全断一天或者两天,况且全断期间感觉体质可不错, 可以补充糖水,如果体质俱弱,可以食用硫食,水果,蔬菜,全程进行清白饮食,断食期间最重要的是自我身心疗愈练习,在这期间把不好的饮食习惯慢慢改掉,比如以前吃饭换,吃饭过饱,吃饭没规律等,我们在整个断食期间,要细嚼满眼,要去温饱,去味道,很多人胃口不好, 主要是因为饮食习惯不好,有的人血脂高,血压高,血糖高,是因为体质有理食物,有的人表面体质瘦弱,身体脏气脂肪含量高,这些都是需要改善饮食习惯的,习惯不改,饿急不去,断食是为了减肥吗,长得很瘦能断食啊,饮食习惯逐渐改善, 结合鱼家功法练习,会有减重的效果,但是鱼夹断食法,不仅仅是为了减重,断食除了具有改善身体机能,清理内在速辩,调整肠胃功能等作用,而且也是对自我情绪的认识和调整,我们只是通过蹲开饮食,蹲出最基本的欲望,或者说,如果对饮食的欲望都看淡了, 还有什么是你无法看淡的呢?有人会因为吃不上饭烦草,有人会为没有美食焦虑,有人会为饮食不饱恐慌,这些都是内心欲望付出的真实反应,出来了,很好,来看看这种感觉背后的信息吧,有一次在短时刻,有的会员在全段的时候哭了,我问他为什么? 他说,感觉自己太委屈了,别人在你用美食的时候,竟然没人可以安慰他,甚至不尊重自己买恶的感觉,我说,为什么一定要别人来关注你的感觉呢?你应该了解自己的感觉,不是吗?很多时候就是这样,心向外盘员,找依靠,可是每个人都很忙,都有自己的空间,断食是你自己的选择, 不是别人的选择,所以,你也不必希望别人来顾虑你,来安慰你,就像其他事情一样,当自己遭遇不开心的事情时,总是怪罪别人伤害了自己,却不开自己的原因 所以在短时期间,你内心深层的恐慌会暴露出来,那么你也需要看看恐慌背后的真相是什么了 短时,就是一面深深层性的镜子,你应该学会为自己负责 很多人想要改变自己,又不敢行动起来,甚至不亲自了解和咨识 只是到听途说不懂短时的人说短时,就直接退却了 这也不排除一些不专业的瑜伽老师,把减重减贼,为目的去宣传推广断式课程 甚至在代课过程当中,为了快速减小,排和排热量 在上课中编排一系列高强度瑜伽体式,根本不顾及会员的身体状况 其实瑜伽断食疗法,最重要的是通过呼吸法调洗,通过觉知冥想调心 通过瑜伽体式调理身体,整个过程既简单轻松,又舒适放松 感觉疲劳的时候要及时调整好,再进行练习的 而且每个人身体反应不同,在断食期间会安排不同的练习方法 现实中,很多人总埋怨自己身体不好,却又不愿意为身体负责 含义卫生线情绪的漩涡,这就是最大的悲哀 您都不会珍惜自己的身体,凭什么要求自己的身体呢? 您自己累了想睡觉,为什么要让您的肠胃一直不停地劳作呢? 只是单纯为了自己的口欲,而放肆自己的身体呢? 对自己的身体都这么自私,又如何会爱别人呢? 所以,断食是一门自我认识和重新调整的课程 是一门明显进修课程,是帮您找回健康能量的一把钥匙 您拿起它去打开关闭身心的那扇门 这是一次身心体验和清理的课程 我们互相信任着 走在新的路上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 Fondland News 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